金曲歌王蕭敬騰好歌喉 在兩岸三地擁有高人氣 今年再登央視春晚 受訪時他這樣說 將近有很多在台灣的朋友 都很想念自己的家鄉 所以如果聽到這個歌 有機會一定要回來自己的家看 喊壞的對象是台灣人 還是在台灣的中國人 蕭敬騰方便沒有多做解釋 但這個回來自己的家 卻引起不少聲音 因為半個月前蕭敬騰 才在中國官媒推出的 我們同唱一首歌中現唱 歌詞中想回去團圓 落葉歸根是唐山等內容 才引發爭業 希望能夠有更多互動的感覺 過去央視春晚推出了短劇回家 找來張成光跟芳芳演出 我們台灣很多人都在用的 那你慘的 山東太矮 就被說醜化台灣 統戰不用其極 而這回蕭敬騰 並非在舞台上講特定腳本 而是受訪時的語重心長 蕭敬騰在鞏固中國市場 同時持續在台發展飲料店 拌麵跟餐廳等事業 新台幣人民幣中國台灣 一舉一動也牽動大家的觀感 華視新聞 尊敏黃建英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